哈啰 欢迎准时来到 Auntie Sue的人气直播美威秀 今天呢 我们又准时6点钟跟大家见面啦 然后呢 今天呢Auntie Sue呢 要煮我最喜欢最喜欢吃的 糖醋金木炉 然后呢 你看一下现在Auntie Sue在做什么 Auntie Sue 你现在在做什么 叮叮 什么来的 鸭 你现在在腌制鸭 没有啊 刚才腌的 刚才腌好的那个加入我们的米酒 还有盐的那个啊 妈咪讲哦 我们刚才呢 腌制好的这个金木炉呢 加了我们的米酒还有盐 腌制了我们大概腌制了一个小时 有吗 有哦 我们腌制了一个小时 刚才4点多 然后我们4点多刚才腌制 现在差不多了 哈啰 SuchiliAuntie 哈啰来了 SuchiliAuntie讲他来了 然后呢 也看到好 韩小春也到了 今天呢 妈咪吼 要等下现场炸我们的这个 金木炉 今天我们煮我们的 糖醋金木炉 有没有朋友很喜欢吃糖醋金木炉 像我这样子的有吗 有的话呢 记得帮我在下面写一个good 所以我至少知道呢 你跟我一样喜欢吃糖醋金木炉 然后现在呢妈咪呢就要把我们的油加下去 为什么呢 妈咪讲我要炸我的金木炉先 登登 金木炉在现 所以呢喜欢吃金木炉的朋友今天就不要错过咯 记得哦 帮Auntie秀呢 like跟share哦 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呢 今天呢在线上直播呢 跟我们一起学煮这道菜 糖醋金木炉 如果呢你不喜欢吃金木炉的朋友啊 妈咪问你啊 如果有些小朋友 有些朋友讲他不喜欢吃金木炉 可以用什么鱼来代替勒 都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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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啦 什么鱼都可以啦 所以呢你们也可以把今天Auntie秀教的这个金木炉啊 这个糖醋的酱料呢学起来 所以我现在呢把我的相机放好位置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最好的视野看到我们的这个今天 整个糖醋的煮法哦 Auntie秀呢现在呢就要把他的玉米粉呢备用哦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腌制好的鱼 我们加了我们的米酒 还有呢加入我们的盐 腌制一个小时后呢备用 Auntie秀呢刚才刚刚把这个鱼的沥干了过后呢 还有旁边呢准备我们的玉米粉 我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玉米粉长什么样子 诶还要粉面粉啊 哦玉米粉米粉要怎样的比例呢 一比一比例啊 妈咪讲哦等下呢我们等下就加入我们的面粉 跟那个玉米粉 要不要放这边抓啊 你帮它等下不均匀是吗 这样你就分开咯这样你就分开咯 Auntie秀呢现在要做什么咧 Auntie秀现在呢要准备我们的面粉 还有呢我们的玉米粉呢 然后给它均匀搅拌一下 然后一比一比例哦 所以呢记得在线的朋友呢之前看过Auntie秀炸鱼呢 Auntie秀就用很简单的方式呢 让我们在家呢线上呢也可以简简单单学我们的炸鱼 然后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玉米粉呢还有面粉呢一比一比例过后呢搅拌均匀哦 然后搅拌均匀以后呢就把我们刚才已经米酒跟盐呢腌制好一个小时的这个筋木炉呢 然后我们就要沾这个米粉啊面粉跟玉米粉一比一比例呢 然后均匀沾上薄薄的一层就下锅油炸啦 相信呢在线上的朋友有看过Auntie秀很多时候呢怎样子炸这个鱼了 如果呢今天呢你是第一次看Auntie秀炸鱼的话呢 如果你要记得哦Auntie秀的tap hole就是呢 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腌制好的这个鱼呢加米酒跟盐 然后呢放入我们的玉米粉跟那个面粉呢一比一比例过后对不对 Auntie秀呢会把它沥干哦才下去沾这个粉 沾了这个粉呢然后我们才下锅油炸 记得今天油炸的时候啊每次油炸的时候记得要注意安全哦 因为呢安全最重要 哈喽Sensei LeungAuntie看到你上线了 记得今天帮Auntie秀like跟share 所以我们更多朋友今天在线呢跟我们一起学煮这个糖醋鱼 然后呢我现在呢看到Auntie秀呢已经准备好热好这个锅 然后他就要把这个面粉 叮叮看到吗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玉米粉跟米 还有面粉呢一比一比例的这个然后均匀搅拌 然后呢这个一旁的这个鱼呢就是刚才我们加了我们的米酒 还有我们的那个盐 下去均匀搅拌呢腌制了一个小时 然后呢我们现在下锅油炸前呢就把我们的这个水沥干 沥干后呢我们就这样子哦均匀搅拌 然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鱼呢放上我们的这个一比一比例的玉米粉跟 面粉呢均匀这样子薄薄的沾上一层 今天看直播的朋友谢谢你们现在帮我们like跟share哦 今天呢我们在现场教大家怎样煮这个糖醋鱼 所以呢喜欢吃糖醋鱼的朋友呢 记得记得要记下来哦 整个步骤呢要怎样直煮 然后我现在呢去拿Auntie秀的电话一下 那边刷键啊 哪里啊 那个大头那边 儿子问我那边你看一下 妈咪 三姐跟我一样哦都在偷吃你的那个 好大 不是 老虎 对哈哈哈 妈咪等一下讲 妈咪等一下你的豆会不够煮吗 会吗 不知道 不知道 然后Auntie秀呢现在呢就把我们的这个鱼呢 看到吗均匀搅拌后呢腌制了泥酒跟盐 然后呢我们腌制后呢在下锅油炸前对吗 那Auntie秀就已经把里面的水沥干 然后呢加入一笔一笔粒的面粉还有玉米粉呢 均匀搅拌后呢抹上薄薄的一层 然后呢才下锅油炸啦 然后呢我现在呢帮大家 我们还有几个网友呢还没有上来哦 每次都会看Auntie秀的直播的 所以我现在呢要拿Auntie秀的电话去带他们一下 不然的话呢等一下miss掉了 等一下啊 妈咪你今天这个鱼也是炸到很美哦 那个颜色很漂亮耶 颜色很漂亮耶 今天的这个看到吗炸到哦Auntie秀呢还是一样用我们的中火油炸 记得哦Auntie秀呢跟我们分享很多次哦在炸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呢等一下炸的时候啊如果开太大火的时候它就会碰因为它有一点水分 妈咪先生就讲哦偷吃的人等一下少吃一点 哪里会 他讲哪里会妈咪讲哪里会 偷吃的人就是因为忍不住要偷吃然后在那边吃了 我们今天我们家的外面的小朋友哦 全部在玩水很开心耶 然后呢我们后面呢妈妈就很忙着呢在准备那些材料 咦妈咪做你的火不要关掉耶 我们要炒菜哈 所以你不要关着它先呢 很危险耶妈咪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妈咪呢继续把我们的锅油炸 我叫三姐过来帮忙 三姐妈咪讲帮她翻这个鱼 三姐现在马上冲过来了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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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math 通过来了 咔咔咔咪讲要有人多个铸手帮它翻那个鱼 要帮她翻鱼 我三姐呢就很喜欢煮饭 我呢就不喜欢煮饭 我喜欢在旁边看然后在旁边偷吃 然后呢 喜欢煮饭的朋友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新手们 今天呢 应该是第一次看Auntie Sue呢 在县长持播煮这个糖醋鱼 对不对 有没有很期待 有期待的朋友呢 记得在下面 帮我们写111哦 所以呢 等下Auntie Sue呢 看回去就知道呢 很多朋友呢 都很期待呢 看她煮这个糖醋鱼 然后我本身呢 也是很喜欢吃这道菜 然后妈咪呢 妈咪你喜欢吃糖醋鱼吗 妈咪 好 等一下啊 我给你看一下Auntie Sue要做什么 然后现在我的三姐呢 帮她看着这个鱼呢 我们中果慢慢油炸 然后Auntie Sue呢 现在呢 都要省热我们很多时间 Auntie Sue你现在要做什么呢 要煮那个葱蒜 葱蒜啊 Auntie Sue呢 葱蒜豆腐 Auntie Sue呢 现在呢 现场要煮我们的 葱蒜豆腐 妈咪 然后等Auntie Sue呢 现在哦 多一点时间 我现在呢 再帮一下 有没有朋友 在陆续上来 然后先生又打哼了 哈哈哈哈 先生又Auntie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耶 我觉得我每次煮哦 没有比妈妈煮到好吃耶 然后呢 我现在可以帮妈咪炒菜 哎妈咪这个炒吗 炒瘦肉啊 妈咪现在在炒瘦肉 然后呢 我看到哦 很多朋友们呢 应该是 很少看到现场煮到 那个糖醋 糖醋鱼哦 我觉得糖醋鱼呢 本身酸酸甜甜的 我觉得蛮好吃的 而且呢 我最喜欢吃糖醋里面的 那个黄鱼 咦 有没有跟我一样呢 吃糖醋鱼呢 其实哦 重点是吃里面的黄鱼的 哈哈哈哈 妈咪应该是我而已啊 会嘛 还有人嘛 可能下次哦 还有谁跟我一样呢 喜欢吃里面的糖醋鱼的 记得 在线的朋友 今天呢 Auntie Shoe呢 刚刚的 现场给我们吃饭呢 讲炸这个鱼 哈喽 J 看到你了 记得帮Auntie like跟分享 我们今天呢 让更多的朋友呢 跟我们一起 再炫学 这个糖醋鱼 然后呢 刚才呢 我们已经很快速的 在开锅的时候啊 我们就把刚才 泥酒跟盐呢 腌制好的 这个金木炉过后呢 我们就沥干水 沥干水后呢 我们就准备了 一比一比例的这个面粉 看到吗 一比一比例的面粉 然后呢 就均匀抹上薄薄的 一层的那个面粉过后呢 玉米跟 我们的面粉呢 一比一比例哦 然后呢 就抹上一层过后 才下锅油炸啦 然后呢 记得要开中火 慢慢的油炸到它 黄金色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再叫我的三姐帮她 再炸着鱼的同时 Auntie秀呢 今天要show off了哦 她讲我要怎样呢 快速的 让你们知道 我可以用最快的时间 七点才要煮好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妈咪哦 已经把我们的葱蒜 弄好了过后对不对 咦咚 然后我们葱蒜呢 爆香后过后对不对 然后妈咪呢 盖四千吼 已经让这个豆腐呢油炸了 然后过油了 然后呢 我们在炒这个葱蒜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这个油 放油爆香这个葱蒜 然后才把这个豆腐呢 放下去慢慢煮 然后呢Auntie秀呢 刚才加适量的水 然后下去给它慢慢的煮 然后呢妈咪 你刚才除了爆香葱蒜过后 你还有加任何东西呢 没有了哈 就这样子呢 很简单对不对 哈喽Sanley 举手 三姐 请秀 娇小 妈咪 她们家三姐 请秀又娇小 你看 当然啦 因为三姐跟妈妈站起来 就感觉很娇小 妈咪讲我每次是身材的标榜 然后我们刚才呢 就加了油 清炒我们的这个葱蒜 然后清炒过后 爆香后呢 然后呢 爆香后我们才加入 我们刚才已经过油好的 这个豆腐 然后妈咪现在要加什么呢 就加我们的蚝油啦 妈咪我发现最近 你会把蚝油放在冰箱哦 为什么 没有什么煮啊 哦没有什么煮啊 哦没有什么煮 就要放在冰箱啊 没有会坏的 哦没有会坏的啊 因为我们这样下去 煮 哦 OK 太冷热了 所以呢 我们刚才呢 就把我们的葱蒜爆香后呢 加入我们的这个豆腐 然后呢 Auntie秀呢 就加入我们的 好油 今天呢 在线的朋友 记得帮我大大力的分享 然后呢 我们更多的朋友呢 跟我们在线一起学我们的 糖醋鱼 然后Auntie秀呢 刚才加了我们的 蚝油过后呢 就加入我们的黑酱油 然后跟你说蚝油 Auntie秀还是不忘初衷 就是吃它的 李锦记蚝油 妈咪 我们每天打李锦记呢 李锦记老板会不会 complain啊 看 一直跟我打广告 没有跟我讲一声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 我们刚才加入我们的蚝油呢 然后再加入了我们的这个 黑酱油 给大家看一下 这黑酱油 是兰花赛油哦 就是呢 跟我们的那个 跟豆瓣酱一样的牌子嘛 咪咪讲这个也是很好吃 这是浓缩度很高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把我们的黑酱油 还有蚝油下去配料 啊 啊 酱 调味料呢 放下去过后哦 有看到吗 我们的整个 那个葱 蒜 豆腐呢 整个颜色都很漂亮了 而且呢 这道菜我跟你说 是小朋友的最爱 是不是 我们家的小朋友 我非常喜欢 我不是你喜欢 不要小朋友 大朋友也很喜欢 小朋友也 我没我的豆腐 妈咪讲哦 我们的大朋友 一直偷吃他的豆腐 然后呢 我们的小朋友呢 也是很喜欢吃这道菜 妈咪 Jazz讲哦 天气热 蚝油不放冰厨会发霉 谢谢你 Jazz跟我们分享的 一个小贴士 也谢谢Jazz 刚刚帮我们分享了 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呢 今天呢 更好的就是呢 跟我们一起在线学习 这个糖醋鱼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我们的这个 姜葱豆腐呢 继续的 继续的在锅里煮 然后同时间呢 我好像忘了 我好像没有看到 Annie蛋上来 我要tap他一下 因为Annie蛋呢 每次都会准时来看我们的直播 有时候呢 我们的网友过我们说 看不到我们的直播 所以呢 需要提醒他们 我们直播在哪里 然后我现在看到呢 很多朋友们呢 现在陆续帮我们分享了 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呢 帮我们大力大力的分享 所以呢 我们更多的朋友呢 在线国我们一起学煮 这道今天美味的糖醋鱼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hiu的慢慢的焖煮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松啊 蒜葱 葱蒜 葱蒜葱 葱蒜 葱蒜 哈哈哈哈 妈咪你念多一次 这是什么 葱蒜 葱蒜啊 没有啦 葱蒜豆腐 妈咪你怎么又加辣个黑酱油下去的 好像没有黑 好像没有黑哈 葱蒜豆腐 然后呢 今天呢 看到还有朋友陆续上来了 哈喽 Kosiu Yong 他写下午好 哈喽 看到你在线的Kosiu Yong 记得呢 帮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哦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线呢 一起学习煮今天这道菜叫做 糖醋鱼 然后妈咪呢 今天会煮我们的葱蒜豆腐 然后呢 等下会煮我们的咸鱼炒豆芽 然后会煮我们的青菜 青草 包菜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什么 还有我们的 呃 这个 我最喜欢吃的 咸鱼 咸鱼炒 炒豆芽 也是我很喜欢吃的 所以呢 今天呢 喜欢吃Auntie Siu呢 今天现场示范的这个糖醋鱼的朋友啊 记得哦 然后等下继续都是看我们的这个糖醋鱼的做法哦 我们刚才第一步呢 已经加入了我们的米酒跟盐呢 腌制我们的金木炉 腌制了一个小时后呢 我们就加入什么 我们就把它沥干 沥干后呢 就准备一笔一笔粒的这个面粉 还有玉米粉呢 然后在下锅油渣前呢 我们就薄薄的抹上一层 然后呢 下锅油渣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油渣的过程 到底漂不漂亮 登登 有没有炸到黄金色很漂亮嘞 而且呢 妈咪今天很开心哦 多了一个三姐做她的助手 你看到吗 还帮她看她的这个油渣的整个全过程呢 有没有控制好我们的品质 登登 这个是呢 给她腌制好米酒跟盐的这个金木炉呢 加了一笔一笔粒的这个米酒 一笔一笔粒的那个面粉跟玉米粉呢 沾上薄薄的一层 我们就下锅油渣 然后油渣后呢 就是呈现金黄色啦 记得呢 油渣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开大火 然后开中火 慢慢油渣到它全熟呢 我们就可以上锅了 然后同时间呢 看到我们的葱蒜豆腐呢 已经差不多七七八八了 妈咪 为什么你会加这样多水的 等下咱们要凉饭 哦 等下咱们要淋饭哈 然后呢 Auntie Xiu 刚才把它炒香好的这个肉碎呢 妈咪 你这个炒香好的肉碎 有加那个 有加那个盐跟那个 味噌吗 有 有哈 我们刚才呢 在炒这个豆腐肉碎的时候呢 我们加入盐跟味噌下去调味 然后就放在旁边备用 然后我们刚才呢 就爆香我们的葱蒜 加入我们的豆腐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蚝油 黑酱油调味 然后呢 最后就把我们刚才已经备用好 已经炒好的这个肉碎呢 下去一起继续焖煮 焖煮到呢 我们豆腐呢 完全已经入味 完全已经很漂亮的颜色哦 呈现在我们的锅前哦 这样我们等下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呢 今天的Auntie Sue呢 这个豆腐呢 还特别的刚才跟我们在过游 所以呢 等下在煮的时候啊 这个豆腐就不会散开了 哈喽 Jazz Chong 看到你了 今天看到Jazz也上来了 然后呢 我们今天的Auntie Sue 要煮我们的糖醋鱼哦 喜欢吃糖醋鱼的朋友 等一下要留守到最后哦 因为Auntie Sue呢 等一下就要教我们 怎样轻轻松松 再加煮我们的糖醋酱料 然后我们这袋的葱蒜 葱蒜豆腐呢 差不多要大功告成了 你看我的姐姐也是很快哦 在旁边看我们的这个鱼呢 煎的程度 然后同时间呢 妈咪呢 在旁边煮这个葱蒜豆腐呢 真是一举两得哦 妈咪呢 真的是双用哦 并用 妈咪的现在的效率也越高了 可以同时间呢 可以煮两道菜 然后我现在把我的镜头拉远一点 所以呢 现场的朋友啊 就可以看到更清楚我们的整个直播前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现在呢 帮Auntie Sue呢 打好光先 有吗 有吗 可以再黑一点瓜 可以啦 我觉得是可以 登登 Auntie Sue现在呢 已经把我们的葱蒜豆腐煮好了 这个很简单 我们刚才加了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葱蒜 爆香后呢 就加入我们该过油好的豆腐 然后下去炒 然后呢 就把我们刚才已经被炒好的这个肉碎呢 加入我们的盐跟卫生一起炒的肉碎呢 继续下去煮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这个蚝油跟黑酱油 配搭调味就可以了 然后呢 继续加一点 过程中呢 只是加适量的水 妈咪这个要勾芡嘛 有啊勾一点 勾一点啊 再放一点玉米粉上去勾芡 煮到它瘦了 瘦肉就有了 哦瘦肉已经有了啦 所以呢 我们刚才已经快速的已经勾芡就上桌了 登登 有没有很漂亮的 葱蒜豆腐 上盘啦 登登 然后呢 我现在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姐姐 我的三姐呢 在炸这个这个的声音 就很疗愈哦 给大家听一下 有没有很疗愈的声音 叉叉叉叉叉叉的声音哦 很好听 我现在呢 把我的镜头呢 放好来 所以呢 给我的三姐呢 继续的油炸 然后同时间呢 我看到我们在线的朋友哦 还在留守着我们的直播 然后妈咪 姐姐 好像没有跟他们打到招摩 有吗 妈咪 你已经煮好你的葱蒜豆腐 然后还没有打招呼 然后给Auntie秀呢 两分钟 一分钟 三十秒 十秒 然后呢 擦干过后呢 Auntie秀 哈喽 哈哈哈哈哈哈 Auntie秀呢 每次哦 她每次忙着煮的时候呢 就忘了跟我们的直播前的 同胞友们 网友们 一起打招呼 因为我们每次呢 我们的网友们呢 一上来的时候呢 就会很积极的 跟我们打招呼了 然后 Jazz讲哦 很多天没有看到Auntie秀了 他讲 富建菜 Jazz讲的 没有 Jazz Chong讲的 然后Jazz Wong讲哦 他很忙啊 应该是很忙 然后Jazz Wong讲哦 最喜欢看Auntie秀呢 炸东西 每次都炸到很漂亮 然后呢 Jazz Chong讲 咪咪 我的同学 很久没看到他了 咪咪 你的同学 跟你讲 哈喽 Jazz Chong 他讲很久没有看到你了哦 然后呢 妈妈 人家讲 我的三姐 教小玲珑 因为我们的妈咪 比较大致一点 是不是 所以写的三姐呢 在节目前呢 比较小致 他讲 哈喽 然后 Hi Roof 看到Roof也上线了 然后还有看到我的大嫂 也上线了 大嫂 Roof 记得呢 帮我们share like跟share哦 所以呢 今天更多的朋友呢 来跟我们一起学我们煮我们的 糖醋鱼 然后呢 我现在呢 要开始把我的这个 镜头呢 调整好 所以呢 镜头前的你呢 可以一一呢 看到Auntie Sue呢 展示他怎样煮这个糖醋鱼呢 妈咪现在要炒什么先呢 炒那个烤鱼 炒包菜哈 哈喽 大嫂 大嫂 给我们哈喽 记得跟我们like跟share 让我们今天呢 更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学这个糖醋鱼哦 然后现在呢 Auntie Sue呢 就加入了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蒜米 然后呢 就加入了我们的包菜 谁喜欢吃包菜的朋友啊 Auntie Sue呢 简简单单的SOP呢 包你在家呢 也可以做厨舌鸟 Auntie Sue呢 很简单 SOP就是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瑕米 爆香后呢 就加入我们的青菜下去炒 今天呢 我们就用包菜来做例子哦 加入我们的包菜后呢 我们就炒制它一分钟 一分钟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盐跟味噌下去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 Sue呢 翻一下我们的这个包菜 哈喽 Siu Chu 看到你上线了 哈喽 Auntie讲 嗨 Sweetie Difficultify your channel Because I can't read Chinese 不要紧Auntie 我下次呢 就每次直播前呢 就特地tag你 你还没有错过我们的重头菜哦 Auntie Sue呢 我的三姐今天进来呢 帮我们炸我们的这个鱼 然后呢 Auntie Sue现在呢 在炒着我们的包菜 很简单的SOP 记得呢 like跟shareAuntie Sue的channel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 Sue刚才很简单 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蒜米 爆香我们的瑕米 继续炒了 然后加入我们的包菜下去炒 炒至一分钟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味噌 还有盐 然后呢 就继续炒炒炒炒到它全熟 就大功告成 刚刚进来的朋友呢 谢谢大家 妈咪 Jes讲哦 三姐有遗传到Auntie Sue的炸功 炸到很顺手 哈哈哈哈 妈咪很开心 妈咪讲哦 他这样多女儿里面哦 只有三姐的煮饭哦 的水准比较像他 是不是 可是他在 他家里煮饭而已 只有他家里有煮饭啊 你其他女儿有煮饭吗 没有 没有啊 你其他女儿比较懒惰是吗 室外面 室外面 哈哈哈哈 妈咪讲哦 只有我的三姐遗传到他 良好的厨艺而已 我们的Auntie 给大家看一下爸爸煮的 爸爸刚刚弄好的 登登 猜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爸爸刚刚腌好的 加入我们的米酒 干辣椒 我们的小辣椒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 登登 黄梨 黄瓜 还有我们的大葱 下去呢 均匀搅拌后呢 放入我们的米酒 这样子腌制 爸爸你腌制了多久 一下子就可以吃了 一下子就可以吃了哈 一下子就可以吃了 很漂亮的阿炸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配我们的这个饭吃了 登登 很漂亮 今天黄梨是三姐买的 三姐的那个黄梨 也是选到很漂亮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在炒着我们包菜的同时呢 给刚刚进来的朋友呢 去看一下我们的 炸鱼 怎样的状况了 登登 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的炸鱼现场哦 炸炸炸炸炸 刚刚呢 进来的朋友 我们刚才呢 加入我们的米酒 跟我们的盐 然后呢 腌制一个小时后呢 我们就沥干我们的水 然后加入一笔一笔粒的面粉 还有玉米粉呢 下锅 沾上薄薄的一层 粉过后呢 下锅油炸 记得呢 像Auntie去每次过我们分享哦 我们油炸的时候呢 记得要开中火 慢慢的炸 要有耐心的炸 炸到呢 它呈现金黄色的时候啊 就大功告成啦 登登 有没有炸到很漂亮 然后三姐呢 有遗传到妈咪的良好的炸功哦 所以呢 在现场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轻轻松松 学怎样炸这个鱼啦 然后呢 现在呢 Auntie秀呢 就要把我们的包菜炒好了 然后上锅 登登 有没有炒到很漂亮 妈咪好像少了一个柿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刚才的 我们已经煮好这个 葱蒜 葱蒜豆腐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炒着的包菜 然后我们 等一下我们就要炒我们的 咸鱼炒豆芽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呢 我们直播前的妈咪呢 快速的把我们的包菜要炒起来了 叮叮叮叮 很漂亮哦 妈咪你炒菜也是很美 我觉得 妈咪 Jazz讲吼 放米酒腌那个鱼哦 他也是第一次听过 妈咪 我问你啊 为什么米酒跟绍心酒 你会选择米酒的 米酒没有味道啊 绍心酒有一个味道怪怪的 哦 Jazz 妈咪讲吼 米酒的味道没有这样重 然后呢 绍心酒比较重的味道 所以呢 米酒呢 加入我们的这个盐呢 就可以轻轻松松 在家里腌制了 然后腌制一个小时后呢 在我们下锅油渣前对不对 我们就要瀝干那个水 然后准备我们的面粉跟玉米粉呢 然后均匀搅拌过后对不对 我们下锅油渣前哦 然后呢 我们下锅油渣前呢 就抹上薄薄的一层的这个粉 然后呢 下锅油渣 油渣的时候呢 记得要像Auntie Sue讲的 用中火慢慢油渣哦 然后呢 油渣到呢 它黄金色的时候呢 就大功告成 有没有很漂亮 这个整个的那个鱼呢 炸起来的感觉 如果现场的朋友看到今天的鱼 炸到很漂亮的话 记得给我们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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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所以呢 Auntie Sue呢 看了过后呢 更有的其力劲哦 更有其劲的教大家煮 更多好吃的料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包菜呢 已经炒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Auntie Sue呢 叫煮我们的 咸鱼炒豆芽 然后我们咸鱼炒豆芽呢 看到吗 Auntie Sue已经20秒熄好锅 那Auntie Sue呢 会在旁边再监读一下 看到吗 Auntie Sue哦 是很有讲究的 然后她很注重 品质 然后呢 要确认呢 每一个 每一个我们的鱼呢 是要炸到很均匀的 看到吗 登登 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很疗愈呢 给大家听三秒钟 有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耶 所以喜欢炸东西的朋友啊 可以在家呢 常听这个声音 当然呢 我们炸东西的时候呢 记得要注意安全 然后呢 Jazz 你下次呢 可以试哦 你的米酒 放那个盐呢 腌制你的鱼下去 油锅前呢 炸呢 我跟你说 那个鱼是很入味 然后Jazz呢 给我们咕咕咕咕咕咕咕 谢谢你啦 我们的Auntie Sue呢 每次看到你很多咕咕咕咕咕咕 它就越煮越有其敬 然后今天也 希望呢更多的网友们呢 今天帮我们分享再分享哦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呢 可以更多朋友呢 许会煮这道菜 黄醋鱼 然后我们看到呢 Auntie Sue呢 很快速的 登登 把我们 妈咪这个是什么 蛋啦 菜脯煎蛋啦 我们现在呢 看到妈咪呢 把我们的菜脯呢 放下锅下去爆香 然后同时间呢 也看到我们这个鱼呢 在我们现场哦 已经在慢慢的陆续油炸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 Sue呢 去爆香 然后煎我们这个菜脯 因为今天要煮我们的菜脯蛋 有没有很朋友呢 其实很期待哦 我们一路来呢 很多天没有煮菜脯蛋了 爸爸很想念吃这道菜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糖 适量的糖 然后呢 继续爆香 哈喽 家俊也在线了 然后呢 我们还有谁的那个朋友呢 每次有在线的 没有看到 很久没有看到冲了 我带冲一下 然后呢 还有可以带谁啊 妈咪 呃 哦 还有 Tiffany 看到 Tiffany 刚才 有没有看到 Tiffany 上一线了吗 他会上来的 Tiffany好像还没有看到 好 帮你倒汤一下 今天刚好是公共假日哦 很多朋友呢 都已经陆续在家呢 已经开始煮了 然后妈咪今天呢 也很有心思的 在家呢 就很早的 就给我们 准备好这些材料 哈喽 谢谢宜涵小春 帮我们赞赞赞赞赞赞赞 然后呢 我现在帮你们赞赞赞赞赞赞赞 然后我现在呢 还有带了我的表姨 我的表姨 也是很喜欢看妈咪煮饭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这个 菜脯 然后加入一点糖呢 下去调味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继续给她爆香 妈咪很久没有看到伊林了哦 是吗 单伊林啊 你记得吗 我帮你带她一下 今天应该是没有做工啊 有吗 很难讲吗 可能有做工 有啦 然后我带二姐 还没有看到二姐上来 刚才看到Gaput 还送货 那个马来人才穿新年的衣服 蛤? 马来人新年有做工啊 还穿新年的衣服 还在送货 是吗 证明人家还是很勤劳吗 是不是 不是啦 没有工作的 妈咪讲哦 他刚才看到有 有朋友呢 很勤劳的在 送货 所以我 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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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的男孩子 哈哈哈 马来人 马来 马来 马来同胞 妈咪 哈哈哈 哈喽 伊林 伊林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记得帮阿姨秀like 跟share 妈咪 伊林讲 我来了 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哈喽 哈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阿姨秀呢 已经现在哦 在场呢 我们该加入我们的油 然后爆香我们的这个菜谱 然后呢 爆香后呢 阿姨秀呢 加入我们的糖下去炒 妈咪 阿瑞一上来就跟你咕咕咕咕咕 来来来来 阿瑞 我们今天的鱼炸到很漂亮 今天呢 三姐在旁边哦 帮阿姨秀他哦 妈咪 大嫂讲哦 包菜炒辣椒好吃哦 蛤 包菜炒辣椒好吃哦 大嫂讲的 妈咪讲 我的包菜要不要炒辣椒 妈妈讲我包菜喜欢吃青草 是不是 那妈咪的头 我忘记拿那个 爸爸忘记拿那个 爸爸忘记拿什么 菜很热 哈哈哈哈哈哈 二姐你帮妈咪拿风扇 妈咪咋很热 哈哈 先把包包去 爸爸妈咪拿风扇 妈咪 菜谱煎蛋的菜谱哦 阿Jes问问你哦 要不要泡水哦 看咸吗 咸不要泡水哦 咸的话要泡水啦 放下水啦 泡到蛋蛋没有香味 哦Jes 妈咪讲呢 要看你的这个菜谱呢 有没有咸哦 如果是很咸的话呢 就不要泡 就记得要泡水 妈咪这个不会很咸 然后妈咪刚好 买的这个菜谱呢 不会很咸 所以呢它就没有泡水 对不对 然后妈咪刚才在爆香 这个菜谱的时候呢 它放个糖下去调味了 所以记得 如果你本身呢 吃这个菜谱呢 然后 妈咪它碰了 然后呢 如果它很咸的话呢 你才泡水 如果没有咸的话呢 就不需要泡水 妈咪 Yelin讲我来了 看到你了 Yelin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再分享哦 这样呢 我们今天更多的朋友呢 再次给我们一起学我们的 糖醋鱼 Auntie Sue呢 现在很快速的 哇 有feel了Auntie Sue 现在讲我要有风扇 不然太热了 你看Auntie Sue Auntie Sue的头发也是 染到很漂亮很均匀 你看到吗 妈咪的头发染到很均匀 叹叹 在直播前的头发呢 现在已经沉一片的汗水了 有 妈咪会走去外面 然后偷偷吃一下 偷偷吃一下 二姐记得帮我们shar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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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咯 开工了就没得看了 没有关系 每次你放工过后呢 才回去看重播 哈啰 哥哥 看到你在线了 哥哥也在来上门了 哥哥 你今天在家吃什么 然后哥哥在线了 妈咪 看到哥哥上来了 他讲就是每次煎都好咸 哦 如果呢 像妈咪讲的 如果你的菜谱很咸的话呢 记得就去泡那个水 如果呢 泡了水过后呢 可以再试一下 有没有那么咸 就可以了 然后妈咪讲 他这一次买的这个菜谱呢 刚好没有那么咸 所以他就没有特别有去呢 泡水 然后我们今天呢 Auntie Sue这个没有泡水的这个菜谱呢 然后呢 刚才我们加入爆香 我们加油下去爆香过后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糖下去调味 妈咪 大嫂讲 我妈咪很喜欢炒包菜辣椒来吃 妈咪讲我喜欢吃青草 可是我觉得炒包菜辣椒也是不错的 我觉得 有辣椒什么的好吃 有辣椒什么 妈咪喜欢吃辣吗 你喜欢吃辣吗 妈咪讲我也是喜欢吃辣 哥哥吃面 他讲哥哥喜欢吃面 哥哥 你其实有来那个爹地来找我们 妈咪有煮饭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 Sue很快速的 就炒我们的菜谱 然后菜谱呢 我们继续炒 它就不会碰 不动它 奇怪哦 妈咪刚才讲哦 它一直动它的时候 它就没有这样碰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炒到呢 妈咪炒到它变什么颜色呢 香香香的颜色啊 知道了吗 还没有 可能我觉得我嗅到那个鱼的味 然后鱼的味道比较重 哈哈哈 然后刚才爸爸又拿那个阿炸给我信一下 哈哈 我的鼻子全部都是那个 它留在那个阿炸的味道 爸爸刚才呢 腌制的那个阿炸呢 一流耶 给大家看一下 妈咪 哥哥想他今天吃炒果条 哥哥 记得帮妈咪share哦 让我们今天呢 更多朋友呢 跟我们一起学煮我们的菜补蛋 记得like跟share 所以呢更多的朋友呢 今天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的糖醋鱼 然后我现在去拿马拔河 给它腌制好的干那个阿炸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等我五秒钟 我来了 哈喽表姨 你看爸爸今天煮的这个阿炸 然后呢 刚才就加入我们的米酒啊 然后呢 妈咪还有加糖吗 像有哦 加糖呢 然后米酒跟糖呢 有加醋吗 有哦 没有醬都会酸 有加米酒吗 没有米酒 然后我们刚才呢 加入我们的醋啊 糖啊 还有嘞 没有啦 只有这两个耶 我们加了我们的醋跟那个糖呢 然后放下去把这个呢 我们的这个青瓜切丁 丁丁 然后呢 也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黄梨切成丁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大葱 然后就这样子 还有我们的辣椒切条状哦 然后呢 我们就下去呢 加入我们的这个 呃 糖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 呃 酒醋呢 然后我们下去腌制 然后腌制啊 完全入味就可以吃了 我现在偷吃一下 嗯 哇 好吃耶 很辣哦 你偷吃有多吃耶 我妈一直投诉哦 讲我偷吃 嗯 很辣耶 看爸爸 辣椒才两条嘞 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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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辣椒好吃啊 嗯 然后呢 这是爸爸呢 刚才煮好这个 呃 葱蒜 豆腐 还有我们的包菜 我现在要回去我们的厨房现场了 噔噔 我们的这个鱼炸到怎样了 三姐 这个 哎 妈咪你很快耶 我刚走来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蛋倒下去了 妈咪 表姨上来了 我看到表姨啊 跟表姨哈勒勒 哈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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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很像很可爱哦 我刚才讲哈勒啊妈妈 妈妈就哈勒很快 哈哈哈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看到妈咪呢 刚才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这个菜鱼呢 菜鱼的时候刚才阿姨是有讲到哦 如果你的菜鱼买回来很咸的话呢 记得你可以呢加入你的水呢 去给它泡水一下 泡到它没有这样咸呢 才捞上来才来爆香它 然后我们刚才呢 这个 呃 菜鱼呢 我们下锅跟油呢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糖 然后呢 全程还要加任何东西吗 没有 这样你的这个蛋花打的时候 有加那个酱油吗 应该有 有哦 我嗅到酱油的味道 这方炒油的话好像很贵啊 有我们刚才呢 大概放了大概 100克嘛 你应该有放60克的这个菜鱼 然后呢 把我们的蛋花打散过后呢 加入酱油适量就好 然后就这样子煎它 那你就看到Auntie Xiu呢 要秀它的绝迹了 秀什么绝迹呢 就是怎样翻蛋呢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 Auntie Xiu呢 就放入一个盘 然后呢 一二三 是不是很快 然后呢 如果呢 还没有 还没有已经上手的朋友呢 就恭喜你哦 如果呢 还没有练好的朋友呢 继续加油 继续练Auntie的翻蛋功夫啦 然后呢 这个是爸爸呢 刚才已经 已经我们爆香好的 这个要煎我们的第二盘的豆 哎 我们的鸡蛋哦 备用的 然后我们刚刚敬安的朋友呢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呢 用了米酒跟盐呢 腌制我们的鱼 一个小时后呢 我们就呢 加入了米粉 哎没有 加入一笔一笔粒的 面粉跟玉米粉呢 抹上薄薄的一层 就下锅油炸 应该是要反一下 二姐大姐 三姐 然后我们现在呢 在给我们的鱼呢 在炸到黄金色的同时呢 妈妈呢 就交代了我的三姐 帮她看锅 三姐 你要跟阿表姨先哈一下嘛 表姨也是在线上耶 啊有Auntie啊 阿表姨 阿表姨 表姨 哈喽 哈喽 他Jazz Chong也是该跟你讲哈喽 他讲米米 我的老同学 现在叫老同学 妈咪叫你叫什么 老老同学 妈咪讲哦 有时候看到她的朋友 也是觉得很好笑 他讲我们叫老同学 然后他妈妈叫老老同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鸡蛋鸡蛋鸡蛋 快点鸡蛋 快点快点鸡蛋鸡蛋 快点快点快点 他在碰了 妈咪讲哦 这个很会碰它 然后我们现在呢 快点呢 加加加加 OK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妈咪这样子炒 叮叮 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菜腐蛋 第一盘煎好了 然后现在呢 Auntie Shoe呢 再快速地煎着我们的第二盘啦 叮叮 我放靠新点 所以呢 我们网友们呢 可以看到比较好的一个现场 叮叮 你们看到两个锅吗 一个是我们的煎鸡蛋的现场 一个呢 是我们煎炸鱼的现场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让Auntie Shoe呢 快速地把我们的蛋花下锅 然后呢 炸鱼煎蛋 煎我们的菜脯蛋 哈喽 表姨给我们哈喽了 然后呢 嗨 表姨给我们嗨 二姐讲delicious 哈喽 表姨 表姨记得帮我们share哦 让更多的朋友呢 今天再给我们一起学煮这个 糖醋鱼 然后我线上呢 看到我们的网友们的陆续上来了哦 我是在研究一下还有谁没有上来 哈喽 瑶瑶瑶 哇这名字很特别 瑶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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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线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hoe呢 快速的帮我们煎我们的菜脯蛋 登登 今天呢Auntie Shoe呢 把我们的油炸好 我们的这个鱼呢 炸好过后呢 我们等一下呢 就要准备出我们的糖醋酱料 那我现在呢 已经是6点45分 妈咪 现在是6点45分了 蛮快哦 很快哦 不知不觉45分钟过了哦 然后我们家的小朋友呢 玩水也玩到七七八八了 已经冲好凉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这个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菜脯煎蛋呢 已经煎到七七八八了 这个是我们第二粒的煎蛋 我们家里呢 因为吃一粒不够哦 一定要煎两盘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 Shoe呢 快速的 继续煎我们的菜脯煎蛋 叮叮 在线的朋友 如果呢 你已经看了Auntie Shoe 翻很多次 这个翻蛋功夫对不对 在家呢 只能勤练习哦 Auntie啊 对 你看的咸蛋 咸蛋炒豆芽 咸鱼炒豆芽 妈咪咸蛋给你来炒豆芽吗 应该会很奇怪啊 全部水哪里会脆 他跟妈咪讲 下次要不要try一下 咸蛋炒豆芽 妈咪今天有一个网友跟他讲哦 嗯很不错他讲 妈咪你的网友帮你tag他一下 他叫Rosie啊 是吗 Rosie Seed 然后Rosie Seed 我们今天呢 他讲哦 他有特别去煮我们的这个 啊 那个 咸蛋 咸蛋 Sotong哦 可是因为他买不到咸蛋嘛 所以他就去买卖片哦 就卖片炒Sotong啊 炸Sotong 也是很好吃 结果我们那个卖片侠的道理有一点像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妈咪的这个菜脯蛋呢 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等下呢就让Auntie Seed呢 现场示范 怎样再翻蛋哦 登登 Auntie Seed 翻蛋技术 来了 一 呃 妈咪讲 不要这样紧张 不要跟我喊 我自己喊 不要再帮我喊 妈咪讲很烦 一直帮我喊 一二三 然后我们现在呢 这个蛋呢 炸到呢 已经看到它已经成型过后 Auntie Seed 就是放在碟子上面 然后呢就这样子 嗨 啊 有没有觉得 这个翻蛋技术很像很容易对不对 这个呢 是靠勤练习哦 跟我们平时是一样的 要不断不断的练习 练到成功为止哦 所以呢 大家要加油 继续在家练习 怎样翻蛋 翻到呢 成功的时候呢 记得呢 要TagAuntie Seed 跟Auntie Seed想一声 因为Auntie Seed 以前呢 他这个翻蛋技术呢 是他自己去想 用盘来翻 我跟妈咪讲 现在很简单 有另外一个盘在上面 这样子翻过来就可以了 妈咪咯 现在有一个锅哦 上下可以都是来 这样子倒转的吗 我那天呢 看到有一个韩国的牌子哦 它的这个锅呢 平底锅哦 它可以两边这样子翻的 所以呢 我下次可能share你们看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哈啰 V&E啊 V&E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妈咪呢 把我们的菜脯蛋呢 继续煎着另外一面的同时呢 我们剩下今天的另外一道菜色 叫做咸鱼炒豆芽 然后我们的咸鱼炒豆芽呢 等一下呢 就要让Auntie Sue在线 跟我们分享 怎样子炒 我们刚才的炸鱼 已经炸到气气巴巴了 等 现在等呢 Auntie Sue呢 煮我们的咸鱼炒豆芽 然后呢 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煮我们的 甜 那个糖 不是糖 糖酸 糖酸酱 糖醋酱 哈哈 妈咪别人笑我 糖醋酱跟糖酸酱 妈咪醋不是酸的吗 对啊 怎么不可以叫糖酸酱呢 糖醋酱比较怪哦 我跟妈咪讲 我本来以为 那个糖醋 跟我们煮这个咕噜肉 是一样的道理 原来他讲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才知道 差不多 差不多哦 只是他的名字有点不一样 可能因为他煮法不一样 是吗 妈妈 妈妈呢 很细心哦 已经在旁边呢 帮我们准备了这个咸鱼 也是用来中的 中中中中中 中到呢 这样子的悬疑的 妈妈讲哦 煮的时候才有口感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 Sue呢 加入我们的油 然后呢 就要爆香我们的 姜鱼 哎不 我们的咸鱼 咸鱼 妈咪我问你啊 为什么你这样喜欢吃咸鱼的 因为今天都加入 咸鱼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咸鱼 下去爆炒 爆香 然后我现在呢 看到Auntie Sue 在煮了那么多天 今天煮了68天 今天是第68天 然后今天又是Hari Raya 然后呢 很多朋友呢 都已经忘记了 今天到底是第几千了 今天是68天 然后呢 关到杂了 妈咪讲 然后呢 还有呢 也祝我们的这个 马来同胞哦 我们的Hari Raya Selama Hari Raya 然后呢 刚好礼拜是第一天 第二天呢 然后我们休息到拜二 所以星期二呢 我还有一个CRS Program 就是呢 一个社会回馈的活动 到时呢 我才带大家一起去铲鱼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咸鱼呢 继续的爆香 哒哒 妈咪 怎么你的咸鱼 今天的颜色跟平时 炒的不大一样的 嗯 妈妈你今天的咸鱼 跟我们平时的 不大一样颜色的 是吗 不一样 不一样颜色哦 还是一样颜色 感觉不一样颜色 然后呢 我们就继续的爆香它 然后呢 妈咪呢 刚才加了油过后呢 我们就继续的爆香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咸鱼 然后呢 爆香后咸鱼呢 妈妈就把那个 葱的后面的尾部哦 是最难最难熟的 然后呢 他就放在那边先下去 跟我们的咸鱼一起炒 然后呢 就加入我们的豆芽 妈咩把豆芽玩 很大气哦 整个 expected 要气很快 然后呢 妈咪呢 就要用它整手去炒 我们看了 � paso en中 有没有觉得 计算炒很快呢 小宝 你的手这么柄柄的 有没有玩到很开心 我们的小宝在线上 我们的小宝刚才玩喜有没有玩到很开心 小宝现在来后面看Auntie就炒他的 咸鱼炒豆芽 说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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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说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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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好的 你要去哪里 要去哪里了 回家了 你玩喜玩到好玩吗 好玩吗 我那部手都上来了 要吗 嗨 嗨 嗨 小宝了 小宝呢 小宝给你一个葱 打 小宝吃葱 好 味道不对是吗 蛤 我把这个给小宝吃 然后小宝咬一口过来鬼回我了 我妈咪你倒辣椒过我就呛一下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鲜鱼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豆芽 然后呢加入了我们的葱 然后就这样子还有加入了我们的切好条状的大辣椒 然后下去一起炒 炒炒炒炒到呢我们过后呢就加入我们的盐跟味噌下去调味后呢 就炒到全熟就可以大功告成啦 登登 有没有很漂亮的这个 咸鱼炒豆芽 如果呢现场朋友的朋友呢喜欢吃咸鱼炒豆芽的话呢 记得记得在家把这道菜呢煮给我们的家人本次哦 然后呢妈咪最喜欢就是我们的咸鱼炒豆芽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秀快速的 快点呢把我们的这个咸鱼炒豆芽呢快点放上来 很快是不是Auntie秀 妈咪你现在要做什么炒了这个过后 炒了这个糖醋啊 妈咪讲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的重头菜 我们的糖醋酱料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咸鱼炒豆芽呢完成后呢Auntie秀呢10秒熄锅 然后把Auntie秀呢拉快一点那个节奏Auntie秀会紧张一点点 哈哈哈哈 然后给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刚才已经呢炸好的鱼呢 等一下就让Auntie秀呢现场呢给我们看一次我们的这个炸好的这个金木炉的颜色 黄金色很漂亮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颜色呢我觉得大家呢就炸到这个颜色的时候就已经达标了 就是你成功进步呢煮我们的糖醋鱼的第一步 我给大家看一下哦 当当当当当 我们炸好的金木炉有没有很漂亮 然后呢我现在就把我们金木炉呢放在旁边 然后呢给大家看个近距离哦 我们刚才炸好的这个金木炉呢是我的三姐超刀的 然后呢我们就加入我们的米酒跟盐盐之后呢 就加入一笔一笔粒的面粉跟玉米啊玉米粉 然后呢就均匀的抹上一层薄薄的粉过后我们就下锅油炸到它变成黄金色 这样我们就大功告成的第一步 然后现在第二步呢就是煮我们的酱料 Auntie秀呢现在要快速的煮我们酱料了 我们加入了我们的油 然后呢就要加入什么叻 Auntie秀很紧张一下要再看 Auntie秀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前哦直播前煮我们的糖醋鱼 然后我们现在呢 没有你配料放这边 咪咪你的配料放这边 妈妈我的姐姐讲哦 记得给你们看那个配料长什么样子 等一下呢 咪咪你帮我拿那个配料 Pat and Milton 咪咪呢要下 你要拿一个TOMATO罐头的 你是讲那个 Polity pinc的Tomato醬啊 Tomato醬啊 哦 妈咪呢现在呢已经加入了我们的爆 我们的油呢爆香我们的 妈咪这个是小葱头还是大葱头 大葱头啊 我们呢爆香我们的大葱头 然后旁边呢我们就有我们的这个 登登 我们的切好的tomato 还有我们的青瓜 我又偷吃一下 然后呢 还有切成丁的 这个黄梨 还有我们的辣椒 然后看到我们的配料 有没有很漂亮 这个颜色 诶 等一下啊 我们的有我们的这个辣椒 还有我们的青瓜 我们的tomato番茄 还有我们的黄梨 偷吃一下有没有甜哦 妈咪讲我一直偷吃 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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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呢 刚才呢 就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大葱 然后呢 倒入呢 我们适量的这个tomato醬下去 这样是买了吗 你加两盆的啊 嗯 丢了 丢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爆香这我们的tomato 叮叮叮叮 我们今天呢 倒入我们这个tomato醬哦 适量就好 哈喽 Jazz 今天呢你应该会很开心哦 可以在线呢 学煮我们这个糖醋酱料 然后我们刚才呢 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大葱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tomato醬 tomato醬加入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真正的tomato 然后下去呢 去翻炒再翻炒再翻炒 因为颜色很漂亮耶 妈咪 整个颜色呢就呈现呢 成红色的状态了 叮叮叮叮叮 很美耶 妈咪今天那个tom醋的酱料很漂亮耶 然后记得哦 大大力的帮我们share share share 所以呢今天更多的朋友呢 在线跟我们一起学煮这个tom醋鱼 然后auntie秀呢 现在就加入我们适量的水下去呢 继续滚 我们刚才加了我们的这个大葱爆香 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番茄酱 加入了我们的切丁块的番茄 然后呢现在呢加入了我们适量的水 auntie秀你现在给我们看一下 你要放什么 醋 醋哈 什么醋都可以哈 然后呢 白米醋哈 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醋适量加下去 我给大家看一下auntie秀今天用什么牌子哦 auntie秀讲呢什么牌子都可以 就是醋就可以了 叮叮 我们今天用这个牌子的醋哦 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醋适量 然后呢先生料auntie讲美味耶 先生料auntie下在下面写一个美味 哈喽 哈喽 我们看到更多的朋友呢 在线在跟我们学着我们的这个糖醋 鱼哦 然后我今天也是很爱吃这道菜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秀呢 把我们的辣椒放下去啦 当当当当当 我们的辣椒放下去呢 继续的煮它 继续的煮它 然后呢加入我们的辣椒 我们刚才加入我们的大葱爆香 加入我们番茄酱 加入我们的番茄 然后呢加入我们的辣椒 再加入我们的青瓜 然后下去的继续煮 然后呢最后呢加入青瓜过后呢 就放我们的这个黄梨 咦 妈咪这个黄梨很美的很好吃耶 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 我跟你讲话 不是啊好像也跟你讲话 是咩 然后呢我们加入我们的黄梨后呢 就这样子继续煮我们的酱料了 当当当当当 然后呢就盖锅给它滚 很美耶妈咪今天那个颜色哦 煮到很漂亮耶 因为发现她auntie秀 煮着糖醋的颜色很漂亮 我自己在旁边看了都觉得吞口水一下 哈哈 然后呢我们刚才呢就很简单的 加入了我们的油爆香我们的大葱 然后呢就加入我们大葱后呢 就加入我们的番茄酱 然后加入我们的番茄 然后加入我们的青瓜 跟我们的那个黄梨下去一起炒 加适量的水 那auntie秀呢就盖锅给它滚 滚了锅后呢就要放入我们的鱼啦 当当当当当 我们的糖醋鱼呢就会很快速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妈咪我觉得这个奶煮布鲁肉也是很香 布鲁肉是这样煮的 哦 糖醋鱼 布鲁肉也是这样煮的 然后它们是淋在上面的不是吗 布鲁肉放下去捞 没有我等一下放一点糖 妈咪他们这个酱料不是淋在那个鱼的上面的吗 对啊 可是你要把鱼倒下去啊 没有啊 哦就是淋在鱼的上面就可以了啦 布鲁肉放下去捞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加了我们的糖下去调味 妈咪呢就要简简单单 妈咪我觉得你的鱼可以摆美一点 就摆咯 这样摆一点 三姐你把那个鱼摆美一点 摆成很像一条鱼的那个生就可以了 啊这样厉害摆一条鱼 会 三姐很会摆的 三姐你摆一下 妈咪这样少啊 三姐讲这么少 这么少怎样摆 哈哈哈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把这个糖醋鱼呢 就差不多要弄好 然后Auntie秀再加多一点我们的醋哦 她讲不够酸 然后我们现在加多一点我们的醋 然后再加多一点糖调味 我们的糖醋鱼呢 就差不多酱料呢就煮到大功告成了 当然呢 如果你本身很喜欢吃辣的话呢 可能加多一点辣椒 因为我觉得那个辣椒可能不够辣 妈咪 然后我们就继续的轻盐搅拌它 然后呢从中呢也可以试一下味道 有没有够酸跟够甜哦 因为呢毕竟我们今天煮的是糖醋 所以呢记得大家在煮这倒菜的时候啊 调味的话呢 可以尽量的加多一点的这个醋 跟那个醋 跟那个糖 妈咪你要放盐啊 放一点盐啊 妈咪还有放一点盐下去调味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这个整锅的这个糖醋哦 的酱料很漂亮 然后妈咪如果没有放黄梨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哈没有放黄梨也是可以 只是我觉得放黄梨比较香耶 会吗 还是我个人的错觉 我觉得放黄梨比较香耶 感觉有吃到很香 那个黄梨 妈咪先生哩伯母说 买中国米酒最健康 然后接 que acknowledgement 给你 Compacto 然後呢先生然後下面写啊 SPEAKER迪欧吧 PA Θ assistant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下饭耶 我也是盗菜 然后呢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这个 玉米粉呢 加入一点水哦 然后我们就勾芡 我们现在在勾芡它了 加入下去我们的锅里面 然后勾芡 然后我们就要淋在我们的这个 香喷喷的炸鱼上面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的糖醋鱼呢 已经咕噜咕噜咕噜 看到吗 整个滚滚的颜色很漂亮是不是 呈现呢是橙红色的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秀呢 就要加一点黑酱油调色 一点点哦 黑酱油调色 然后就会变成一点亮亮的颜色 一加了黑酱油过后它颜色更美 哦 美丸的颜色 完蛋里不用放盐了 都很咸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吗 整个的颜色呈现 橙 黄 红 可是我觉得青瓜颜色看不到了 那个青瓜看不到颜色了 然后妈咪再试一下味道 OK吗 嗯 少糖 少糖的味道 叮叮 我们的这个有没有很容易煮咧 我们刚才就加了我们的大葱 加入我们的 玉米豆酱 我们的番茄酱 然后呢 加入我们切好的番茄 然后加入了我们的这个 黄梨黄瓜下去一起炒 然后从中呢 加适量的水还有我们的辣椒 然后继续的去滚它滚它 滚它再滚它再加适量的水 然后呢就加入了我们的糖 盐 醋 然后下去呢均匀搅拌呢 调味 调味呢 我们现在呢就加入我们一点玉米 玉米呢 玉米粉呢 加入一点水呢下去勾芡 然后当然在我们的 煮好的最后呢 我们就会放入我们的青色元素 就是我们的葱啦 我们的葱下去调味哦 也不是调味 调色呢颜色更漂亮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秀呢 把我们的玉米水呢 玉米粉的水呢 放下去勾芡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要加入我们的 葱 当当当 很漂亮的葱呢 然后快速的下去呢给它搅拌搅拌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 熄火了 很快哦 有没有觉得糖醋酱很像煮很多 因为玉米讲哦 这个糖醋酱很下饭哦 可以放多一点 然后我现在呢Auntie秀已经熄火了 然后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糖醋酱呢 淋在我们的鱼上面 然后看到吗很漂亮耶 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感觉 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 很美嘞妈咪 你这糖醋酱淋上去很漂亮耶 妈咪做么不是拿下去煮了 这个淋在上面比较好吗 口感比较好哈 妈咪讲哦 妈咪讲哦 就是呢淋在上面呢 就感觉比较好哦 因为我们的鱼呢 我们的鱼呢本身是熟了的 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简简单单的 把我们煮好的这个糖醋呢 糖醋酱料呢 淋在上面 有没有觉得很漂亮 妈咪 跟我们外面吃的感觉很像耶 有没有觉得Auntie秀很有这个 那个餐馆的这个水准哦 你看很漂亮耶 然后给Auntie 咦我妈咪很快 我没有拍到 妈咪很快哦 你看到吗 我的妈咪 登登登登 妈咪呢就把我们呢 已经刚才炒好的这个糖醋酱料呢 轻轻松松淋在我们炸好的金木炉上面 很漂亮的颜色 而且呢这道菜呢我觉得 妈咪很烧哦 小心哦 妈咪很烧哦 你拿住一盘 我帮你拍照就好了 妈咪很快耶你 而且哦 妈咪很厉害耶 他煮这道菜哦 我觉得跟餐馆的水准很像 妈咪拿住一下 叮叮 很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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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拿两只手拿两只手 妈咪你要拿两只手哦 因为很烧很烧很烫很烫哦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糖醋的酱料 叮叮叮 你看Auntie秀好像是很细心 要骂骂在下旁边露出来的 不要有漏网之一哦 叮叮叮叮 有没有很漂亮 我们的这个糖醋与 爹爹好吃吗 嗯 我没讲 不错啊哈哈哈 拜拜 好啦 弟秀呢 给我们做他的招牌动作 谢谢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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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